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中国的革命文学的开创也是从乡土从赵树林那里开始 是吧 革命文学的方向 丁玲 周立波那么一系列的这些作品 《桑红一创》 《宝林千山》主要也是乡土文学占据主导的地位 那么结束呢 我当然不是说这六十年文学在这里就结束了 当然文学史就在这里结束了 我建构了我叙述的一种历史 那么这个历史呢 在乡土文学的转型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最深刻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就在于我用了乡土文学的终结这个词 这个词是指的 我们过去的在我们那样一个历史 革命历史的叙事中的这么一种乡土叙事 它完成了它的一种使命 那当代的乡土文学在它最极进的变革当中呢 展示了新的一种活力 这个活力就是乡土文学具有了后现代性 就是我要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 大家会一直会觉得有点费解 为什么我要这么理解 就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一直面临一种创新的压力 就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挑战 西方现代主义的挑战呢 我们一时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挑战 是吧 我们八十年代中期有现代派 那么这个现代派呢 我们会说它是伪现代派 徐星刘索拉的小说 后来有了先锋派 那么先锋派我们还是在后现代的 实验小说的意义上 形式主义变革的意义上去叙述它 所以我们放弃了现代主义这个概念 我们直奔后现代这个概念 是吧 大家如果看过我写的那本书 《无边的挑战》 是吧 实际上那个书大部分是在八十年代末期 后期写的 因为八九的问题 后来一直到这个九十年的初才出版 那么是把它直奔后现代 就是正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为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的变革 请你出一条道路 就是我们不会一直被西方的现代主义压抑 那么压抑的这个抬不起头来 而且最后是落了一个伪现代派的 伪现代派就是跟汉奸啊 跟走狗啊 这样是一路的这种货色 所以我要寻求一个后现代的一种阐释 当然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你凭什么就说 它连现代都不是就后现代了呢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大家如果读下我的那个序言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写的序言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其实理论和历史的叙述 不在于它的 不完全在于它的真实性 我现在用词都要非常审慎 而在于它的产实力量 因为历史是一种叙事 你有没有能力产实 这个政度你有没有能力建构起这种历史 而你要说何种历史是真实的 你说现代主义是真实的 伪现代派是真实的 而是后现代是真实的 那就根据你对历史的产实 哪一种理论更能令人信服 那么你就会接受这种理论 是不是 那么大家看一看 你愿意说理解我们这 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的文学是伪现代主义 你愿意接受这种看法吗 你觉得那些把它叙述成伪现代主义的 伪现代派的那些理论能让你幸福吗 我觉得很难让你幸福 至少不能让我幸福 是吧 那么把它叙述成现代主义的 现代派的会让你幸福吗 那么也许会 那么也许不够 那么你让你再看看我叙述的 后现代主义 你愿意接受什么 这我很难说哪一种是真实的 我不认为历史的实在性 有那么的 有那么的实在 历史没有实在到那样的地步 历史有事实 我也是根据事实来叙述的 但是历史是依赖 我们的产生能力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都是你今天 站在什么样一个当代的立场上 把它叙述成一种历史 所以在一次北京论坛 张旭东做了一个发言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所有的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他这么说古典文学的要跳起来 但是我们当代文学的很开心 是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你理解了现代文学 鲁迅 鲁国毛巴老曹 实际上是你当代 我们从当代文学的语境中出发 我们去理解了鲁迅 理解了这些 是吧 理解了郭默罗 那么我们也是从当代的语境 我们理解了王国为 王为 李白杜佛 我们必然要立足于 我们当代人 所接受的文学的审美的经验 我们的文学的观念 我觉得他这说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这理论的来源是克罗奇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那么这个观念 实际上是一个后现代的历史观念 后现代的也是一个后现代的文学观念 所以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那么所以大家理解 我为什么要作为一个 中国当代文学的这样一种历史 我在相同文学的转型 在这里来看 我觉得相同文学在这些作家之理 它具有了非同凡响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 我们土的掉渣的乡土文学 它具有了后现代性 大家理解这个意义吗 就是说我们过去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挑战 我们的乡土文学是现实主义 是吧 我们的现代派是伪现代派 但是在我所举的这些作品 当然我非常审慎的 为他慎重的谈的几部作品 贾平娃的作品 贾平娃的琴枪 莫言的 其实我觉得莫言有一种 现代三部曲 就是他的檀香型 风鲁肥团和生死疲劳 大家注意到 他的这样一个檀香型 其实写的是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初的 是吧 应该说是十九世纪末 十九世纪下半期的 这么一个整个西方列强 进入中国的 那个时期 是吧 义和团 那个时期 然后他的 风鲁肥囤 他写的是中国 看战的时期 当然他也后来 往后面延伸 重点是写了那个时期 看战和解放战争的时期 生死疲劳 他写了从土改以后 到现在的 在当下 到改革开放的时期 所以我把他三部作品 看的是中国现代三部曲 我觉得这三部曲 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那么 我理解的这种 乡土文学的 后现代性 是在莫言的这些作品中 在刘振云的 故乡面和花朵 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 尤其是一句底一万句 这种对中国乡土的叙述当中 他却呈现了一种强大的后现代性 这种后现代性是中国本土的经验 汉语言文学独特的经验 我当然绝不是说 大家不要认为这里存在了一个 进化论文学观 是吧 现代派就比浪漫派强 浪漫派就比现实主义强 那后现代比现代主义强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文学它发展出了更丰富的经验 我相信 在所谓的后现代的经验当中 它是包括了 现实主义的经验 浪漫主义的经验 现代主义的经验 我是在它更加丰富 和更加具有 对历史的反思性 和对审美的反思性 意义上去理解它的 大家要理解是这一点 不是说 后现代天栏 那就拥有权力 是吧 就像部长比局长大 局长比处长大 处长比科长大 不是这个意思 是吧 就是说 它具有更加丰富的 更加多元的 更具有自我访思能力的 这样一种文学的经验 所以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出发点 好了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 我希望大家看一下这一章 因为书里边 我列举的这些要点 都写得很详细 特别我论述了 这个90年代初上半期的 《费都和白鹿元》 白鹿元是当代的一部重要的作品 那么其实呢 这个刘月月师姐呢 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PPT 就关于这一章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能去放那个PPT 这个PPT呢 这个 实际上就把这部作品的 很多的要点 也都给大家清理出来了 但是我今天呢 想用这个观点来谈 这样让大家呢 对这个 既是对我们 整个当代文学的一种总结 又是对我们 进一步理解我们当代文学 价值和意义的 一个概括 所以我觉得我们 学完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之后呢 我们一定会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你是如何去评价和论识 中国当代文学 你总是要有一个判断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一直在 最近一直有人和我论真 是吧 包括我反击这些垃圾说 这个顾冰说是垃圾 这个有人说南京大学 王冰冰说是烂苹果 是吧 中国当代文学 他看他的文章也没有讲清楚 到底是指60年还是指17年 说是一只烂苹果 等下后面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 就是你是如何看的 那么我认为这60年的文学 经历了曲曲折折 经历过他的风风雨雨 那么我是用开创 转折 困境 与拓路 这八个字来理解这60年的文学 那么我今天要谈的是他的拓路 就是到了今天 我们怎么看 如果说这60年是一个腿败的历史 从90年代 我们就一直说 这个中国文学不行了 滑坡了 然后21世纪初 我们又是对文学 又是哀鸿一片 充满了一种绝望和批判 我说的拓路 是在困境中的拓路 我恰恰是全面的意识到 我们当今文学所面临着困难 面临着难题 所以我会把他的创新 看得尤为的可贵 看得尤为的有意义 恰恰在今天 就是你文学要做出的创新 要具有巨大的勇气和强大的能力 它才能够从困境中 从绝境中 散开一条道路 所以这是我 我绝不是没有任何前提的 没有任何条件的 来说中国大大文学达到什么什么高度 我觉得那是对我一向的阐释不理解的 那么大家记得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做不死的传文学 是吧 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向死而生的文学 我为什么要谈死呢 是吧 这个恰恰就是我们的文学 确实面与一个死的一种威胁 面临着向死的威胁 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 任何事物都要向死 是吧 它都面临着死 只是我们总是对事物的生命 怀有一种无限的一种期待 是吧 我们对自我的生命也是 是吧 也是怀有无限的期待 但是 像海德格说的 只有人是知道 他生而就要死的 也只有文学 是吧 他相信他生而就要死的 因为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延伸 那么至于电影啊 至于这些 别的东西 是吧 他说他不会死 那是他的一种想法 但是文学他是会死的 但是正因为会死 他以他不死的这种意志 在抗拒 在寻求自己的道路 所以在今天你可以看到 作家没写一部作品 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品 他是多么的难 是吧 我也说过六十年代 美国的那些实验小说家 在那个时候 他们穷尽的小说的 花样翻新的办法 形式 修辞 文本的拼添 幻觉 是吧 黑色幽默 反讽 然后挪用 模拟 比如说从圣经中 弄一个故事出来 然后来写成一部小说 像张巴斯 是吧 像他的这种 杨童加尔斯 像这些作品 是吧 从神话那里 弄一点 是吧 然后来写一部作品 包括像卡尔维诺 半世现实 半世神话 那么像这些 都所有的文学 小说 所有的办法 都用尽了 是吧 那么 一直到1980年 张巴斯 又写一篇文章 叫做 补充的文学 这个我多次跟大家谈过 是吧 他认为从 拉美的 模幻现实主义那里 从卡尔维诺 这些人那里 是吧 一只脚踩着 宇宙的通灵论 一只脚呢 踩着 现实的幻想 那么 他能够 文学能够 重新花样翻新 但是西方的文学 也没有花样翻新 所以我觉得 我不是去重复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是吧 但是说 我们对汉语言文学 是不是在今天 它有没有可能 在西方 文学 就是包括 我主要指的是 它的纯文学 它的虚构文学 再也不能 花样翻新 我们汉语言文学 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不是说 简单的 存在 简单的 活着 或者说垂死地活着 而是能够 像死而生地活着 我觉得 这是 文学能够 活得尊严 活得有勇气 活得有体面的 一种方式 就是它有没有 创新性 它在西方 世界文学 迄今取得的经验上 有多少 汉语言文学的经验 所以 这点是我们 要理解的一种前提 其实 我这前面说的这些 我都多次的谈过 实际上 我觉得 这些讨论 我如果说 真的学理的讨论 我愿意 把这个问题 讨论清楚 其实我们 一直对这个问题 是糊里糊涂的 是吧 大家不知道 怎么去评价 当代中国的文学 不能够评价 汉语的文学 我们只会 不断地哀叹 这个 一代 不如一代 我们只会 办理这个 祥林嫂 是吧 或者这个 酒精老太 要么是 祥林嫂 那天 要是如何如何 我就 不会了 是吧 要么 就是酒精老太 一代 不如一代 我觉得 我们 根本问题 还在于 我们缺乏 产生能力 我们缺乏 新的知识谱系 我们缺乏 对汉语言文学 本身的一种论识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有一点就不相信 就是说 一个民族 它有一千三百年的 科举制度 就是通过一篇文章 来认定一个人的本事 这样一个民族 他的语言 到了今天 就写不出文章 就写不出文学 我就凭这一点 我就不相信 是不是 大家觉得我这个 这个是不是 这个有没有依据 这个有没有依据 是不是 那么反过来 我就说 一个民族 锤炼了这么千百年的 语言和文字 确实对西方人 是太难了一点 是吧 我们要西方人来认定 汉语言的文学作品 我觉得这实在是 太难为它 我也说过 我不是说这个 对汉学家有什么偏见 其实他们很多人 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 是吧 那个 有些也吃过饭 所以这个 我确实是 也向他们学习了 很多的东西 这个 我觉得他们做学术的 一种方法 那么 太多 这都是很值得 我们学习的 但是我就说一句实话 汉语对他们 实在是太难 太难了 我就看过他们很好的汉学家 要读一篇汉语的材料 就是论文 他要和这个论文进行研讨 但他那个论真 我非常佩服 他用笔在旁边 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 红笔蓝笔 写了很多很多 就是查字典 然后翻 就是说他要读懂那篇论文 我知道他费了很大很大的功夫 这是很好的汉学家 就是他非常认真 我也承认他非常认真 他的汉语已经很好了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五分钟花了一下 我们就能够看过去的 那没有办法 不是他的母语 我觉得也一样 在座的 不管你说英语学的多好 你敢说 一篇英语小说在那里 你敢说 你认定他语言水平 语言风格 他的语言和某某的语言 和这个艾伦波的语言 和这个惠特曼的语言 和蒋巴斯的语言 和巴斯安姆的语言 就那么近一点 说上萨达格的语言 和冯尼哥特的语言 拼琴的语言 你能说出 你能做出区别吗 你不能 你不是你的母语 你谈都不用谈 是吧 那么我曾经在 在英国有一次 我做一个研究的计划 研究计划 这个 这个扯远了 我不说了 这说了又不妥当 我现在要学会 这个 应该该指 该指就指住 这个要不会留下很多把柄 那么我要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确实因为不是母语 你要论定一种语言 在艺术上的风格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你读论文没有问题 是吧 你读一篇英文的论文 你查一下字典 大意 只要把意思逻辑搞清楚 但是文学作品 你想一想 作家写小说 他得改了又改 一句话 改了又改 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都不顺 是吧 那么其实文章也是这样 但是文学作品更是如此 那个诗就更不用说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上次讨论一下 北岛怎么都觉得历史 那个词歌在那里不恰当 北岛这么大的诗人 他也 我相信他也找不出恰当的诗 但是那一首诗 我说有一个浩大 浩大的悲哀 那就用得非常好 是吧 我觉得这样一个东西 我觉得不是母语 以及不是对母语 有非常非常深刻洞察的 他是体会不出来的 我也记得上一次 那个顾冰来讲 他说他们德国 有些作家的德语 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说他作为汉学家 他也不敢说 他的德语非常好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作家中 写了一辈子 他的语言还有高下之分 是不是 所以语言是一个无底动 对于母语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顾冰也说了 他读有一些德国作家写的 德语文学 他还要翻字典 是吧 他还要翻字典 因为德语有些字母 最长的单词 有七十多个字 那么荷兰语也是这样 最长的单词 有七十几个字 所以我后来放弃了学德语和荷兰语 就是觉得这个七十多个字母 这怎么去记 他是确实是这样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学来说 母语来说 所以我这么说 我觉得其实我是在说一个常识的问题 是吧 正如德国文学 只有德国的学者能够论定它的价值 美国的文学 只有美国的学者能论定它的价值 中国的文学 当然只有中国 你是你的母语 你才能够认定你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常识 是不是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 我们就认定它的价值 我们不接受西方人的评价 恰恰我们在认定它的价值 我们已经大量的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观念 西方的文学经验 是吧 阅读了很多西方的文学 在它的参照底下来认定 我也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 像中国人 像中国人民 这么开放 是吧 这么有智慧 不能说有智慧 说好像别人是傻瓜 像中国人民这么开放 大家 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对别的民族的了解 能像中国人 对别的民族了解的 我这个多次跟大家举过这种例子 是吧 随便一个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 美国的首都是纽约还是华盛顿 我也搞磨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美国 95%以上的人 我相信他不定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 中国95%的小学生 我相信他知道 城市里的 农村的我不敢保证 其实农村也知道 美国的首都是哪里 甚至我觉得小学生 小学生中的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会知道美国的总统是谁 我可以断定美国90%的群众不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 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 一百多年来 我们怀着强大的渴望 我们出国留学 我忘记了一个数字 可能在座的你们 你们这个 你们都想留学的 或者说你们有留学计划的 肯定知道中国的留学生到国外有多少人次了 应该超过百万人次了 至少来说 美国和欧洲的加起来 就怀着非常强大的 非常渴望向西方学习 渴望进步的那种走出国门 然后我们一百多年来 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么狂乐的读西方的书 我们一直讨论的是叫做 张志栋就提出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是吧 李泽后后来 这个是做中国的 做学问做得最好的 实际上它是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 虽然说他也说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实际上是西学为体 西体中用 所以我们一个民族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上次北京论坛 哈布大学的 这个天晓菲教授 他提出一个观点 我上次也跟大家说过 可能大家忘记了 我也说忘记了 所以我又重复一下 那个 他说这个 为什么中国研究 外国文学的不够 他认为 不像美国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的很充分 他们会有 比如说中国文学专家 比如说这个非洲 什么什么什么专家 但是中国呢 有研究萨士比亚的 有研究蒂干斯的 有研究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 我们中国没有一个 可以称之为 真正萨士比亚专家 蒂干斯专家 托斯泰专家 可能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说了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他就认为 中国这个对西方文学研究呢 不够 不够水 我不知道是 投入的精力 能力 物力不够 还是什么 因为他有些话 也没有完全说出来 我能理解 他说的这个意思 但是 这其实是很复杂的 就是中国的外文系 研究这些外国的 在外文系研究 中国外文系 主要是搞语言的 是吧 中国的外国语学院 他主要是研究语言 他不太研究文学 所以文学在他那里 是落下 中国社科院 的外国文学研究所 他主要 他才搞一些文学研究 但是呢 确实 没有那种世界一流的那种专家 但是我提一个反面的观点 我说 比如说中国 学者对西方的哲学 他从德国的古典哲学 西方的哲学 从马克思主义 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 一直作为 我们这一代人 甚至我们上一代人 我们作为我们做学问的基础和方法 是吧 你可以看到上一辈的 他们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 这是西方 西方的东西 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 只是他的一个观念 他整个方法和知识的背景 是德国古典哲学 那么再像 即使像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 你像胡适 不用说 他用了实用主义的方法 即使那些国粹派 像这张军脉 杜亚全 这些人受西学的影响 是非常深重的 都是从做西方哲学 再来做中国哲学 你在像熊师利这些的 木中山 他们都有他们的方法 都或多或少受过西学的影响 但是木中山受得更深了 比他的老师熊师利 所以我说 这点要看到 中国对西方的这样一种学习 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我才会说 我们中国学者去理解汉语言文学的价值 因为我们在这么一个大的 对西方学习的一个背景上 这根本不是说我们要观起门来 排斥西方 我们怎么排 西方活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是吧 西方的整个知识谱系 它的知识背景 它活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成为我们的知识中 完全不能够剥离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强调 我们中国自身对我们母语文学的一种论识 我觉得这种强调 有什么问题 难道说没有必要吗 是不是 你难道要让非母语的人去说你的文学如何如何 你才罢休吗 所以这是我的讨论问题的前提 那么大家知道 然后我在这个意义上 我来论定理解我们的文学 理解我们的文学就要有我们自己的文学的观念 但是我说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 伊拉斯和西方非常深刻的 非常复杂的交融在一起的 我说这样的观点呢 也是基于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八十年的后期 是吧 1988年上海文论 做的这个重写文学史 夏之清的中国现在小说史 无疑有它的价值 就是它把我们过去贬义的 排斥的 非主流的那些文学作品 把它重新 它的意义价值重新揭示出来 是吧 同时提到很高的地位 你看夏之清对张爱玲啊 沈从文啊 钱中书啊 这些文学价值的发掘 那么他对左翼文学的那种批判 我觉得都给我们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 那么夏之清对张爱玲的评价也是极高的 把它和洪诺梦这个放在一起啊 是不是啊 那如果要说 为什么这一点就没有人疑问呢 是吧 张爱玲写那些小说是二十几岁 是吧 他就和中国这个最伟大的民主相提并论 是吧 大家去看一看夏之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可以看到这个 他对张爱玲的那么高度的评价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后来 张爱玲就变成中国文学的标尺 标杆了 所有和张爱玲接近的那种的东西才是好的 如果不接近的 如果不接近的反着的那就是不好的 所以包括这个夏之清的在对丁玲的文学进行评价的时候 在转向革命文学之前的丁玲还凑合白话文还写得清楚 转向革命文学之后呢 这丁爱玲 张爱玲 在他看来 丁爱玲 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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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零啊 这个二零啊 是吧 这个 确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一左一右 是吧 这个 很值得我们去探讨 那么 那位转向了革命文学之后的丁玲呢 就连汉语都写不清楚 这有点奇怪 是吧 这到底是因为他的这个观念和立场不对 还是因为他整个智力变得低下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评价都是很令人 很令人 狐疑的 所以我是说 在这样一个重写文学史的 这样一个纲名底下 它在一定的时期内 它是有它的合理性 有它的必要性 甚至有它 不可否认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如果都沿着这个轨道 就是把过去贬义的 跟它翻起来 把过去作为主流的跟它打下去 我觉得这个翻烙饼 掉个个 我觉得这样的重写 并不是真正的解释了 现在以来中国文学的 意义和价值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新的理论 和新的知识 立场 去阐释我们的文学 那么这一点也是 我重新理解当下文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其实呢 比如说要探讨如何应对 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学经验 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是有一些看法的 我是有一些看法的 其实呢 我们中国的现代 我在讨论我们这个课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就认为我们的 现代的革命文学 不是在西方世界文学之外 我们是西方 现代的 世界文学 内在的一组经验 是吧 但是内在并不 并不是完全统治化的 内在 有差异 有深刻的差异 恰恰这种深刻的差异呢 在不同的理论维度上 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对立和差异 是吧 我们会做出鲜明的某种区分 比如说资本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 是吧 它是某种差异 在某种理论的维度上 它们是可以构成一种鲜明的 一种对立的 但是它们依然是世界文学的 内在的一种关系 当然在一种文化的意义上 我们也会看到 中国和西方 中国一直说走向世界 好像世界是在中国之外 那么世界呢 依然把中国 东方中国 看成在世界之外的 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他者 但是确实内与外 这始终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关系 取决于你在哪一个理论的维度上 去确论它 是吧 这个内与外永远是一个辩证的 永远是一个变换的 那么在 现代性的这个意义上 它有它的内在的一种关系 同时也依然有它的外在 外在的关系 这个外在的 西方外在于中国 我觉得可以在文化上去理解 为它外在于中国 那么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经验 在世界性的这个框架里 它是内在于世界性的 内在于这个世界的 大家能理解我的这样一个表述吗 就是说 在现代性的这个意义上 我会在世界文学这个框架里边 把中国的文学和西方文学 看成是内在于它的一个经验 我会在现代性的框架中 去理解它 它们各自代表了现代性 不同的镜像 中国的当代的文学 代表了现代的激进的这一面 这一面相 或者你把它称之为 社会主义的激进化的一个面相 那么从一个文化的意义上 我会把它看到 有一种深刻的差异 这个就是东方和西方 有一种内和外的一种关系 这种内和外的关系 尽管它们不断地互胜 但也不断地互相排斥 不断地互胜 也不断地互相排斥 因为这个文化上的一种差异 语言上的差异 它是很难被消弥的 它总是会保持那种差异 我觉得这并不是 这并不是让我们感到困扰 感到绝望的 而是说这恰恰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 保持了文化的多元性 甚至是可以说是审美的多样性 因为这样的审美 它是找到不同的语言经验 当然我说老师说中毒很深 这样说又不厚道 我们确实像西方学了很多的东西 现在以来我们真是从西方那里 那种知识 那种事业和我们传统的一种背景的交流 才有我们现在的一种教育 才有我们现在的文化 但是我确实过去有我对西方文学 这样一个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 或者说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标准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 到底这样一种差异在哪 这个是差异之分还是高下之分 这是一个问题的实质 就是说到底大家都知道这不一样 那这个不一样 只是不同的水准上的不一样 还是说它是高下 那个高这个低 是吧 就像围棋一样 围棋八段和六段 是吧 你到底是差异还是高下之分 是有差别 但是是什么差别 那么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回到母语 回到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经验中 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差异 过去我一直会参考西方的浪漫派小说 和现代派小说 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一直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的提出一种批评 就是我觉得他们写 人物写的太多 一部小说写起人物了十几个 是吧 然后写诗写的太多 写的太满 那么吃了中饭吃晚饭 吃了晚饭再去洗脚 是吧 洗脚然后再去洗头 这次序都搞乱了 总而言之就洗了洗去吧 然后再又去宵夜 然后再去睡觉 这些名堂反正都有了 都有了 我就不明白 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琐碎 这么这么这么啰嗦 所以我把他们称之为是唯物论的美学 受这种唯物论的影响 太深了 是贴着地面的一种写作 但是我现在对我的这样一种观点也有所反思 我们看西方的小说 浪漫主义的小说 他之间有浪漫主义的经验中 他的小说就写两个人 三个人 甚至你包括大家说像顾斌他认为最好的小说是什么 是写一个人坐在床边 是吧 一动都不动 什么都不干 是吧 那就好小说 是吧 所以他其实也提出一种问题 就是在德国 他们的纯文学是没有人读的 因为他纯文学不讲故事 或者说 我说你应该说怎么讲故事 因为我也看了你们的小说 你们那些获奖的小说 他还是 即使是短篇小说 还是在怎么讲故事 你根本说长篇小说 是吧 其实大家读这个乐开来教的作品 你也觉得那里面没有故事 是吧 读起了非常吃力 非常费劲 是吧 那你读这个 你读这个 你像这个莱星的小说 也是觉得那个 什么都就角落在里面 是吧 非常混乱 所以我觉得甚至阿莱的小说 跟他们都有的一比 其实在风格和叙述上 它是很洁净的 它是很洁净的 我这里不做高下 我就说他们有一种洁净的问题 但是你比如说读西方的小说 他非常典型的 你像酷怯的尺 是吧 他就写一个人 他就写一个教授 是吧 50多岁了 这个生活非常的无聊 非常的寂寞 那么然后他的生活 就出现了问题 是吧 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 把他生活摧毁了 把他生活磨灭了 他是这种写法 那么再像我非常欣赏的一部小说 叫做《来自太阳的十秒钟》 可能最近被英美合拍改善电影 可能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上演 我觉得这是最典型的 也是最优秀的英语小说 他就写一个人 他就写一个人 是吧 这个人呢 叫做迈克 他又叫做雷 他呢 从监狱里面放出来 他是少年犯 蹲了15年的监狱 那么14岁被抓进去 14岁 15岁 那应该29岁放出来 是吧 然后呢 他就 这个 结婚生了两个孩子 孩子六七岁了 大家想象一下他30多岁 他现在在泰晤河上当领航员 泰晤河上当领航员 就是 就是 剁手了 就是开船的 说简单一点 大家有没有去过泰晤河 本人去过 本人去过 去过泰晤河 在泰晤河上 这个 因为应该说我多次去过泰晤河 在泰晤河上呢 这个坐那个船 你就会知道 所以我读这个小说 非常非常亲切 那么 他呢 就想过正常的生活 过家庭 就 娶了一个老婆 这个老婆是婚戒公司的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中国的婚戒公司都是骗子 是吧 你们还是 能够再摆大解决 就摆大解决 实在不行 我觉得也不要到婚戒公司 公司去 那里都会上当受骗 这个 那么这个婚戒公司呢 他还是相对 比较正规一点 但是 他很有意思 他把他老婆的职业 选定为婚戒公司 是带有反腐意义的 婚戒公司 他想过正常的日子 然后呢 突然间有一天 这个婚戒公司 来了 来了一个女的 他一看 是他的妹妹 为什么看到说 妹妹他这么害怕 他这个妹妹呢 实际上呢 他为什么坐牢 他这个小时候 一点一点的倒许 一点一点的透出来 他呢 把他的小妹妹杀死了 烧死了 他因为烧死了 他十二岁的小妹妹 他去 不 应该说他十二岁的时候 我现在应该更准确 对对对 我可能大家原谅 我这个上岁数 有时候这些细节 看久了 不一定记得那么清楚 他十二岁的时候 烧死了 他应该是十岁的 一个妹妹 八岁 九 八九岁或者十岁 总之就这么小吧 对我这么老的 那说八岁和十岁 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这个八九岁 十岁的小孩 就把他烧死了 他十二岁 那么他有一天 遇到一个女的 说是他的妹妹 他说我怎么会跑出一个妹妹 他有一个 那个八九岁的妹妹 他说这个女的 他是他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 为什么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呢 这个女孩子的 也十二岁 比他小月份 小一两个月 大概这样子 他的妈妈是一个精神病 住在那个船上 河上面的船 是精神病 他的父亲 就是这个 马克的父亲 去强奸他 强奸他的母亲 虐待他的母亲 然后生出这个孩子 都十二岁了 每个月 他还要去那个船上 一两次 他写他的父亲 那个父亲呢 就是一个小爆发户 就是那种 伦敦街头的那些 底层人 混混流氓地痞 就搞房地产 就是房地产商 他自己称房地产商 所以他这个小说 充满那种繁复 就把泰晤士河办的那种文化 泰晤士河的那种历史 伦敦的那种底层的社会 和他们的商业金融的 那种讹诈 他通过他父亲这个形象 几句写得太漂亮了 就他的父亲和这个儿子 站在这个河边 告诉他一生的成功的经验 他作为十二岁的儿子 总是胆战先进的 听着他的父亲 和他谈他的辉煌的经历 那些汇圆阶级 其实就坑门拐骗 他父亲怎么骗人 弄一块地 然后叫人去看 然后这个钱打到账上 钱又没了 然后七七八八 就是黑社会的乱七八糟的勾当 那么把那种 伦敦的那种下层文化 给他写出来 然后他父亲是一个 非常自信 非常豪迈 充满了活力 就是问题在这里雄心勃勃 是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 这样想成为资产阶级的 这样一种底层 所以你觉得这种文化 这种小说 他的资产阶级文化 资本主义文化的那种揭露 作者肯定是一个左派 我想 充满了一种批判性 然后对河岸的历史 写得非常的那种 那种类利 那么他小说写的就是 他小说一直在写一件什么事情 他小说其实一直在写一个人 是吧 在监狱里面放入这个人 他一直想干的一件事情 就把他这个大妹妹杀掉 他曾经杀掉了这个小妹 他为什么杀这个小妹 就是受他这个大妹妹的怂恿 他说他见到他的大妹妹 那个瞬间就12岁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 少年人 他就无条件地服从他那个妹妹 就跟着他的妹妹逃学 跟着他的妹妹去跑出去玩 跟着他的妹妹 他其实就是写他们少年人的恋情 但那里面没有任何的爱恋 没有任何的温馨之感 全部是病态 全部是错误 我觉得这种 把这种人生 把这种生命经验写出来 大家理解吗 没有爱恋 没有别的 就是病态和错误 但是他那么深深的迷恋 他那个妹妹 迷恋这个词 这种感觉 只要露出一点点 他马上小说要把它收回去 你看看 做出的这种比例 多么厉害 只要露出 让你感觉到是迷恋 他马上这个比就止住了 就像我说话一样 有时候 你决定自己 违背的思想 离思想基本原则 也能赶紧要收 所以他说必须是这样 就是说你会看到这种 那种比法 然后呢 当然你读下来 你会知道 一个少年人 是如何被他那个妹妹 被那么丰富的感情 是吧 一种少年人的 那种友情迷恋 万伦的欲望 大家知道 里面深深的潜伏 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这是让人恐惧的东西 然后他就听他的妹妹 他觉得不公平 他的小妹妹得到负爱 这个大妹妹没有得到负爱 然后他就受这个大妹妹的怂恿 就往这小妹妹身上倒汽油 跟他点火 因为小孩子不知道 以为点火 吓唬一下他就行了 结果呢 一点火呢 那个毛衣就在他身上烧 就把 就烧起来了 烧起来在地下打滚 小孩也不知道 那个小孩呢 一烧起来就跑 跑的结果把房子也烧着 他不知道在地下打击滚 可能就灭了 都是小孩 八九岁的小孩 家里没人 他把他点着了 大家都慌了 结果把小妹妹就烧死了 烧死了 他就被公安局 就作为少年犯 就抓起来 就判刑了 判刑就关了 但这个大妹妹 慫恿他就烧着 大妹妹逍遥法外 是吧 但是这个大妹妹 长大了 也是一个坑门拐骗的 吸毒的 骗子 杂骗犯 然后跟男的呢 这个 忘了搞 是吧 他是这么过了这种 然后住在 依然住在船上 就这种生活 在西方就说 你是底层 你永远是底层 你是罪犯 你的后代永远是罪犯 你是贵族 你永远是贵族 三百年的贵族 就是他写出的是这样一种 文化令人 那么绝望的地方 然后你想 他想成为好能 再也不想犯罪 他就想有两个 他看着他的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是吧 他想过这种家庭生活 而他老婆 在做的这个婚介所的工作 他想过好热索 这个妹妹出现了 妹妹总是要 讹诈她 勒索她 叫她给她钱 今天一千块 明天一千块 在后天又要四千块 他被她勒索了 而且勒索 这是没有止境的勒索 是吧 你看他这个妹妹这么坏 他为了她去杀了那个妹妹 坐了牢 他还不放过她 还要叫她干什么 干什么 但是大家要知道 她那个小猪厉害在哪 他叫她干什么 干什么 又仿佛不是利益 又仿佛里边 包含着一个女人 对另一个男人的那种 支配的那种愿望 你要知道 女人有时候爱男人的一种变态 就是她能够支配一个男人 是吧 他叫她去杀男放火 那么这个男人会去 他觉得这个男人是爱他的 彻底的爱他 所以大家一直不能够理解 压寨夫人 做压寨夫人 这压寨夫人有一种想象性的置换 其实他是被抢来的 是吧 然后做了压寨夫人 然后这个男的出去打家接涉 出去抢劫 抢回来东西 给这个压寨夫人吃 所以大家会发现 很多压寨夫人 有很多机会跑 但他们都不逃跑 是吧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 一种人类的情爱的一种关系 就他迷恋了 他觉得有一个男人 天天为他出去杀人放火 是吧 支自己生命不顾 抢回来东西来养他 他进入这样一种 这是一种极端的爱 是吧 这是一种极端的爱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理解 为什么现在的爱 你们变化的太快 是吧 你们拿起也容易 放下也容易 不像我们那个时代 要历经千辛万苦 是吧 那才能够得到一点点 是吧 然后藏也藏不住 大家看一看 问题在哪 就是说 他呢 又 我觉得他隐含着这么一种东西 但是呢 他又会被他支配 但是他就想杀了他 他觉得 后来就决定要杀他 他不杀掉他 他肯定生活被他破坏了 他的历史和现实 就是说 你在底层的人 你没有办法走出你的历史 没有办法摆脱你的历史 所以他的计划 做了很多的计划 要去杀他 但是这个计划了很多次 都没有实现 最 有一次 最容易要杀的时候 两个人在 约他去一个海边 海边 约他的妹妹去海边 他带着刀 结果两个人在海边 他搏斗 你说一个男的 打不过一个女的 是吧 他小时候里面写着 他坐着火车 然后报纸卷了一把刀 然后对面一个人 那些细节都写得非常非常的 那到了海边 他妹妹来了 那两个人打在一起 在地下打滚 滚滚滚滚 刀了扔在旁边 他一直伸着手要去抓那个刀 结果一直抓不住 最后妹妹还跑了 你说这个就 因为他跟他妹妹抱在一起的时候 在地下打滚 他又是小说 又写到他的一种欲望 那么又是那种乱伦的欲望 其实你发现他那个冒出一点点被他压下去了 冒出一点点被他压下去了 所以这个小说 他对那种心理的那种刻画 那种状态的一种了解 非常非常令人的一种惊议 就是说浪漫主义的小说到现代主义 我觉得这个小说里面 他有浪漫主义经验 现代主义经验 又后现代的经验 那么你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他就是写一个人 做一件事情 是吧 一个人要干一件事情 想把他的妹妹杀了 所以中国人写的小说 他拿来我问他 我说你这小要干什么 他说不知道 我就这么多 给我讲了一大堆 我说不用 我说你给我说一句话 用一句话概括你的小说 他半天说不出来 又说他吃饭 吃饭又看到他 看见他穿的那件衬衣很漂亮 比如我说 那你就写一部长篇小说 你如果能写 一个人想把另一个女孩子身上的衬衣 抢过来 你能写出来吗 那也是很棒的小说 是吧 你能写出来 我觉得就是说 这就是浪漫主义的经验 他就是不断地回到内心 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人的事情 就是和自己的事情 现代主义 浪漫主义是和他的关系 现代主义是和自己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是和自己都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怎么搞怎么搞 我连自己的关系都搞不进去 所以他像一道木桃一样 他在漂浮 是吧 其实卡米尔的局外人 他就露出了后现代的门牙了 就是他和自己都搞不上关系 他的属意还是现代性 现代主义 是吧 我觉得局外人他就是有这个 大家觉得我这样来理解这个小说 大家就是不是更清楚一点 是吧 当然所有的越为高度的概括 他越能够击中本质 但是他越容易遗漏更多的东西 大家难理解这一点 是吧 就是当我们说一个人 这个是坏人 是吧 真想把这个人本质解释出来 但是肯定他还做过很多好事 好事是吧 他帮他扫过地打过水 是吧 他还救过一只猫 是吧 这肯定有过的 但是他是坏人 这是他的本质 对不对 所以大家能理解这一点